准备出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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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sa是要剃鬚 可以看來 整齊 酒店沒有供應廊口棕給我們 我又在超市買一個廊口棕是3元 也不想自己拿 我們也會洗碗 買一支洗衣精 非常非常便宜 所以我買了8元有10個的衣架 在書桌上已經清潔消毒了 這邊是我的護膚品 有兩樣東西 最好是帶上來的 第一個是膠紙 膠紙非常好用 在哪裏你都可以連得到 另外就是一把小剪刀 酒店時會問你有沒有離氣 或是火機 也不可以帶上房 所以我們帶一把小剪刀 所以我建議大家帶一把小剪刀 例如切生日蛋糕 那些小剪刀 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過關的時候有些小貼士 因為在整個過程裏 我很多時候都要填個人資料 每次拿回鄉證出來 就不太方便 還有地址和電話 也不太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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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整個過程裏 在國內的電話號碼 是水蛇春那麼長的 十一個字 所以我會把這些資料 用一本很小的記事寶 這個位置 我不方便給大家看 因為是國人的資料 我會把我們兩個的回鄉證 影印去剪刀 貼在這裏 另外裏面 我們把國內的電話號碼 地址、聯絡人 他們的電話號碼 我都寫在這裏 所以在過關或者要填一些表格的時候 我們拿出來 立刻填就很方便 就不用左炒右炒 這就是小小貼士 可以分享給大家的 朋友問我 在酒店14天會不會很悶 我告訴大家 絕對不悶 而且每天都很忙 8點就吃早餐 入住的時候 護士問我們的病歷 以及看看我們吃什麼藥 因為他們知道 Sisa有糖尿病和輕微高血壓 所以每天早上護士 都會幫他驗血糖和量血壓 也會為我們兩個人量體溫 我們除了吃和睡 我們都會在網上跟片段做運動 11點45分 會拍門通知我們拿午餐 因為送菜 一放久一點就會攤冷 所以我們都是一送餐來就馬上吃了 老公 你不是要練歌嗎 今天經常這麼長 下午又有時間 晚上又有時間 這麼早練歌做什麼呢 我明白了 我現在知道有一首詩 春天不是讀書天 夏日炎炎靜好眠 等到秋來 冬遊來節 收拾書包好過年 現在就剛剛好 你現在收拾書包好過年 沒錯 看你的樣子好歎 三點三 下午茶時間 吃下零食 看下戲 喝杯茶 吃個包 或者看下MTV 聽下歌 看下電視 Sisa迫過來 他會練歌 如果不睡下午覺 我就會在電腦前剪片 5點9便送晚餐 通常我們都會自己加菜 或者在酒店餐廳加菜 點送餐服務 其餘的時間 我們會在淘寶、美團、網上購物 所以下單、收貨都很忙 酒店包餐100元一天 有早、午、晚三餐 因為我們兩個人吃飯量不多 所以兩個人只點了一份餐 我們會加些自己帶來的食物 或者在他的餐廳加菜 每餐的餐盒裡有四菜一湯 味道不錯,但油份比較多 截至今日為止 我們的主菜沒有重複過 花款也算多 我們自費加菜的 有蒸水蛋、乳鴿、雞 還有每餐我們會自費28元加一碟菜 每次我們都會提到它少油 但都是很多油 終於我們要用水洗完才可以用來吃 這裡很好的 可以有很多間超市 我們每天試不同的超市 去買水果、包裝好的食物 我們自己帶了一個鍋 這個鍋非常有用 它說明不給主食的 但我們用來翻熱一些東西 翻熱一些罐頭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小廚房 水煲供應 這個水煲是可以保溫的 也不錯 這裡是放我們的飲品 還有我們兩個的補品 今天我們就買了這個香飄飄 這個香飄飄是紅豆奶茶味 這個很好吃 我昨天又買了酸奶 這個酸奶的瓶很可愛 你看又有燒兔子 昨天喝了瓶味道也可以 這個叫低糖 之前說我們自己帶了茶葉 所以每天我們自己都沖茶 我們在這裡喝水 喝得多的 每天只給我們兩瓶小水 所以我們平均 我們自己也要再叫水 我們就買了一些大瓶裝的水 就是5L的 我們兩個人一天都喝大瓶的 這就是我們的零食櫃 我們自己帶了一些瓜子 一些零食 麵我們已經開始不夠吃了 所以我們又在這個超市 又買了在香港買不到 這個是Sisa很喜歡吃的 就是統一的老壇酸菜牛肉麵 零食 因為過關 講明了 不可以帶一些肉類製品 上來超市買 超肉缸 牛肉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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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滷水牛肉 我的叔叔說 你們也有很多零食 不怕 我告訴你 我們自己買上來的罐頭 我們已經吃到八百九九 剩下一半魚 就昨天 因為昨天買的 都幫我震小時買東西 我們自己帶上來的餅乾 還有椒果 還有一些小巧克力 好了 我們是在淘寶 我們又買了這個海底洞 這個海底洞真的很便宜 在香港 你一個這麼大的海底洞 你是要50元的 我們現在只不過是 用58元就可以買到兩盒 這間話畢是一間隔壁的酒店 有機會住進來的住客是一個帶菌者 雖然上手住客離開後 酒店都會做全門的清潔消毒 但是我都會自己用火酒噴灑消毒一次 尤其是經常會接觸到的地方 例如門瓶、燈濟等 因為酒精是易燃物品 不能夠帶太多 所以我只帶了一小瓶 和一包酒精的抹手紙 所以當我入住當晚 我立即就上淘寶 就購買75%的酒精消毒液 火酒到 我就立即是全屋的地毯 和窗簾就燒到 整間房間 限了一次的地毯 用了小半斤 現在我就噴了窗簾 隔壁期間是嚴禁外出 房門是需要關閉的 工作人員就會把飯餐、物資 放在門外的木桌上 同時窗也要關閉 尤其是開門時 避免汽流把走廊的病毒留進房間 酒店會給我們一些黃色的垃圾袋 我們需要自己包好些 垃圾放在門外外 每次開門時 我們必須要戴好口罩 所有快遞 我們除了包裝後 都會用清水清洗後才進房間 我老公負責在房間外 取物品進來 他會先除包裝 他不會接觸到袋裡的物品 由我負責在袋裡的物品進房間 老公之後會洗手和脫口罩 老公每天早上量元血壓 回到門外 我都會用果酒幫他消毒三酒 因為每人都是用那個血壓計 我們是用來預防交叉感染的 在入住的第1、4、7、14日 護士會上門進行核酸採集 護士的手勢很溫柔 但那條棒刺得很深 今天是年初八 我們在酒店隔離的已經是第七日 順利的話 我們可以在七日後離開酒店 回到清遠 在清遠居家健康監測 我們來酒店的第二天 已經聯絡清遠的社區防疫中心 以及呈交相關資料 希望七日後 我們可以順利回到清遠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們如何在網上購物 以及回到清遠的路是否很順利的話 請留意我們下一集的播出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